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原民班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运作方式 我们因为我们原民班大概都是阿美族 但是有一些少数的同学是被男族啊布农族啊 巴斗高中原住民实验教育班的同学 向师生和来宾导览原民课程的特色 这个原民州活动由原民同学自己筹备 展现乐舞表演 编织工艺等各项成果 活动场地很有特色 学生和部落长辈共同搭建起的茅草屋 成了原民学生学习和传承部落文化的教育基地 一开始是我们这里在地的我们的齐老 一些大概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嬷 带着我们的我们的第一届的原民神仙 也就是等一下我们会上台的班 也讲了我们第一届的高山的学生 来一草一草一草慢慢的盖 那刚开始我们的学生其实不太会盖这个房子 那因为这个盖房子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后来 我们的实验原民实验班以后 把一些课程改变以后加入了原民的建筑 包括文化方面山海的采集 包括上山下海 因为山上跟海都是我们阿美族的冰箱 所以他们是以大地还有海当他们的食物来源 然后他们也会在园区里面种植这个他们需要的一些菜 所以这个现在是原民的一个生活 我们把原民的在部落的一些生活 我们慢慢的就在这里把它形成 所以一开始我们先盖了这个叫集会所 我常常讲说这个就是他们的专科教室 所以他们常常上课就在这里 所以这些课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学生学习的一个成果 现场展示了多项原民同学的好手艺 有竹杯和杯垫 编织吊饰 木制盒等商品 并结合社区的族人长辈就地取材 烹饪美食 制作甜点 这个是牛奶冰糕 然后我们上面铺的这个是月桃叶 这个是香蕉布朗银 然后我们绑的那个也是使用月桃梗 然后上面这个是月桃花 下面铺也是月桃 因为我们这边月桃比较多 所以我们很常拿它的元素来进行包装 参与活动的市议员陈明健 相当肯定同学的用心 也建议市府未来能协助加以推广 重点是你可以跟厨长讲说 如果原住民有重大的活动的时候 可以定制这样的一个甜点给来宾来 当纪念品这样 不要老师都是面包 可以跟厨长讲 像原住民联合封面器 给贵宾的一些纪念品 可以用这种东西推广原住民这种美食 觉得蛮不错的 基隆都会型的原住民 能够发展出在基隆在地的特色 把基隆的山跟海 基隆的港跟城 用在原住民的所公益上面或者食物上面 推广到全台湾各地跟海外 那里民政处有很多国际姐妹市 日后国际姐妹市来不只有原住民族的表演 乐舞表演以外 也能够吃到或用到或拿到原住民族手工 在地制造出来的相关的产品 然后也可以借以由这样的机会来推广 然后介绍 八斗高中原民州的各项活动展现丰硕的学习成果 也让外界看到学校和原民实验班 在推广和传承原住民文化的用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